接下来继续提案 好 再找一个是不是 好 再来一个 今天也看了两个新人的 我们新的两个特工 今天是蛮垮的 比我们老特工还垮 那我们就来一个资格最老的吧 好 张宇老师 宇哥刚才跟你 我发现 医院的段子 比疑难杂症还要多 经常在医院里面会发生很多 特别搞笑的事情 我以前有个朋友 然后他自己骑摩托车 往往是检查的时候 都是自己有个朋友 对 没有 这真的是朋友 他打赤膊骑摩托车 就摔车 那摔车 通常人家第一个反应就是 用手去触地 对 他没有用手去撑 他直接直接用胸部去撑 男的女的 当然是男的 女的怎么可能打赤膊去骑机车呢 那个朋友就在他的左边 撒 撒 就磨掉了 撒 好多 我的天啊 就在把他缝回去吗 那不然呢 你发现没有 你发现没有 雪佛之前都不怎么讲的 一说到要缝回去的时候 而且要缝对了 不能缝的不同颜色 可是不是 别相信他们的 他们都特别的坏 不用 还会长出一颗 真的吧 杨迪 你这医生当中应该医院 我身体非常好 真的吗 对啊 我身体很好 举东西那些我都非常OK 但是我牙真不行 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觉得 从小嘛 管你牙不牙齿的 我经常已经躺床上 我妈说 孩子来吃糖甜蜜的睡去 什么鬼啊 我现在这五颗都是烤刺牙假的 那个时候不懂烤刺牙 咬一个拇指以后 要等一个星期才能拿到自己的牙齿 我一个星期就戴口罩 直到那天去了以后 回来 还是没有装 我的牙被偷了 因为我们小县城装那个烤刺牙 那个医生会到成都去弄很多牙齿 然后坐大巴车回来 那个医生在大巴车上睡觉 来了个小偷 六十多幅牙齿全都被偷了 神经病 因为我从小对医院的认识 就是从妈妈 爸爸嘴里 因为我小的时候去医院 然后真的很害怕 就是把脚蹬了 就啊 鞋都踢掉了 你们有吗 没有 我们进去之前 你给晕了呀 啊 是吗 然后我妈 我爸就会打我 告诉说你不许叫 在医院里要小声 后来有一次在操场上 我就晕倒了 然后那个老师 就一直在掐我的耳朵 使劲掐 使劲掐 我就被他掐死了 但是我没有说话 我就一直这么忍 然后老师突然说了一句 这孩子不行了 我当时自己还有意识的 我说我怎么就不行了呢 爸爸妈妈说不能叫 我跟你讲其实 遇到危险和疼痛要表达 要叫 要叫 对 所以我现在看病 都是一给我扎之后 你知道 你知道 你怨过你妈妈吗 走心的访谈 我的天 没问题 我非得说实话 我怨过 但是没关系 因为妈妈那时候也年轻 她也是个孩子 你会带孩子 你会带孩子去医院会怎么样吗 我带孩子看病 都是我带的 如果孩子打针的时候 大声地叫 你会怎么跟孩子说呢 叫的话让她叫 叫出来就好点了吗 叫就让她叫 其实是 就像我们家 小木木现在背三字经 是一样的 她背得特别的好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狗不叫 小木木接一句 让她叫 厉害 我真的有一次 跟我一个朋友相约去体检 出来以后她问我 你是做的胃镜还是长镜 我说我做的胃镜 她说我做的长镜 因为胃镜跟长镜是一个镜头 她是 我是 哎呀 我说你嗓子哑了 这有东西糊住了 其实真的是一个机械 但是医生有专业的这种消毒 哎 就你千万不要认为医生 他没有消过毒 不消毒太过分了 前面一个下面的 哎下一个 哎哎 是不是前锋哎 好尴尬啊 医生面对我们 他见太多了这样的事情 那你有没有去打过针 有 我很小的时候第一次打针 他给我那个护士 可能他排队人都马上来 啪啪就打他 然后打我去针的时候 他戳高了 戳在腰子上 啊 自己打他 啊嘿 你跟那个护士说 哈哈哈哈 没 护士跟他说 哎 没有你曾经病啊 那个护士 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他也觉得打太高了 他还一直下去 哎呦 他自己都愣一下 觉得哎好像高了 但也没办法 他就躲你推了 直接把钥匙打到胜里去了 所以说他问你 我给你打得有点嗨 你嗨不嗨 哈哈哈哈 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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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啊 其实我们都经常说啊 这医者父母心 如果这个医生或者是这个护士 态度好一点 你会觉得自己生的希望好大 对 你会觉得自己的病很快很快 就会好 我一直都觉得啊 世界上最漂亮的人 就是护士 是的 局长 大家应该有那种感受 就是当你在医院里面 生很重的病 看到护士或者医生 有那种不由自主 会他们谋生那种好感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非常想挑战一个新的发现 我发现 医院是爱情萌芽的高发地带 我有故事的 真的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那种喝酒喝到酒精中毒 然后他就去医院 他看到的第一个人 就是照顾他的护士 他一下子觉得 看到了天使一样的脸孔 但是就是在这种 特别危难的时候 真的会让你有那种爱的感觉 是 是 是 我有半夜的时候 去医院掉眼水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姑娘 真的很美这个护士 然后我旁边也有一个 三四十岁的一个人 这样子他也要掉眼水 我坐这边嘛 我这样看着他怎么打针了 我就看他脸 我慢慢的 我看到针头进去了 他过一会儿针头出来了 我当时说他要干嘛 难道他还要再进去吗 我当时是没有缝针了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犹豫了一下 看到针头出来以后 他慢慢又把针头缩回去 然后他在那边就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很快就好 很快就好 但是后面一个是我 到你了 他也知道我看着了 他也很不好意思 他说 那个 我说 没事 来 三针 三针 第三针就好了 他说 不好意思 我说 没关系 你给我留个电话 我就OK了 那时候我还没出道 那时候我也是很帅的 好不好 开玩笑 来人耶 打死他 好过分这个故事 宇哥您到医院住过院吗 或者是生过病 我在1993年11月17号的时候住院 哇 进那么熟 那一天是刚好用心良苦那张专辑发行的那一天 你在这个时候都还打自己的专辑啊 二十多年 那个没有什么好打 但是我还要打自己的专辑 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 因为就是发片第一天 我长水痘 那就是钟柔怪人 整个人就是这样 整个布满了 你整个脸 整个身体 你是找不到一点空隙的 但是你知道每天都要换药 每天就会有护士来 他非常的细心就是帮你 就是用棉花棒 一个一个一个 帮你换一次药 插一次药 就大概差不多要一个钟头左右 哇 好有耐心 是在那个当下 你会觉得 你自己好被关爱哦 有被爱的感觉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人啊 往往在很紧张的时刻 特别容易产生一种情绪 师傅 如果说你遇到恐惧 这个时候 有人来保护你 突然间出现在你的面前 我真的还是要看人耶 如果是杨迪怎么办 那你觉得我有那么丑吗 美娥姐 在你眼中我丑吗 美娥姐 在我的眼中 你是最碎最碎的碎哥 最碎最碎的 你是最碎最碎的 最碎最碎的 我好后悔 美娥姐 我和对面这个小哥 谁好看一点 笑 所以按理说 其实杨迪你是应该很容易 遇到爱情的 因为跟你交往本身就是一种 冒险 局长 你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非常害怕坐飞机 我记得前阵子 从北京飞长沙 特别颠簸 这个时候 我真的就在那边叫一叫那种 搞得旁边那些乘客 都觉得受不了 但是有一个空姐 我真的记得她 姓刘那位刘小姐 真的特别好 她全程蹲在我的旁边 安慰我 她还说 我觉得你骗人 所有坐过飞机的都知道 如果飞机在很颠簸的时候 空姐一定会坐到自己位置上 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 她不可能一直蹲在你的旁边 没有系安全带 飞机边上边下的话 这空姐受伤怎么办 你在骗人 没有 听 听我 听我解释 因为国际航班飞在平流层 我们国内飞那个对流层 对流层就容易颠一点 你在骗人 所有的飞机到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一定是飞在平流层 不可能飞机一直飞在对流层 如果一直飞在对流层的话 你又撒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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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美娥姐相不相信我 我说杨迪 千万别怕 飞机上这么多人 大飞机有298个可能 中等飞机有170几个 小飞机有120几个 美娥姐就是那位空姐吧 这么一个飞机上的人 是吊你一个吗 你说 你的命最重要吗 说得好 杨迪你的命最重要吗 你们确定美娥姐在安慰我吗 你的命最重要吗 吊你一个 其实你发现没有 还真的是这样 其实大家都知道 英文罗曼蒂克的意思是表达 爱情的浪漫 但是它最初的执意呢 其实是更加离奇的经历 和不同寻常的情绪 也就是说 这个浪漫爱情的高发地带 其实不是普普通通的生活场面 而是能够带来不同 包括恐惧在内的更加激烈的情绪的地方 是能够让人心跳加速的地方 其实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你看 外国有做过实验 在200公尺的那个吊桥上面 安排男女之间的相遇 就是跟她先聊几句 然后你的地址 你的电话这样子 然后等到回来之后 再拨电话给这个女生 发现在高空上面 做这样子的调查 就是大家比较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但是如果这个调查是在 比如说一般的咖啡店 或是平地上面 发现成功的几率就比较低 因为在那种比较危险的状况下 幼儿会接管所谓的战户桃 对 真的 有的时候在产生这种激烈情绪的时候 或者是在冒险的状态当中 真的会对人产生一种依赖感 这种依赖感何尝不是一种爱情 其实爱情从某种意义上来 又何尝不是一种冒险 由于新的发现 让这个体验变得更加的好玩 也很有价值 所以我决定 把这次提议的机会给 杨迪 我提议 如果你爱她 就带她去冒险 我们接下来 就来进行表决 现场的年轻的男生和女生 你们是不是同意 就是这个男生如果爱我 就带我去冒险 如果大家同意的话 请拍桌子表示赞同 第三季的第一期所有的我们都宣布 通过 通过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 请不吝点 坐下